梁先生,您今天能来真的太好了,我们如今不知如何是好。 昨天,医生跟我们说,我父亲患了默契癌症,只有几个月的寿命。 我们都觉得很彷徨,不知道应该怎么做。 我记得不久以前,您的太太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去世了。 以您的经验,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吗? 其实,当时我们得知我太太病得很严重,而且时日无多。 我们全家大小真的很难过。 那么,你当时怎么做呢? 我和儿女们寻找了很多的资讯,看看有没有办法治疗他们的妈妈。 但是,每一位医生都说,就算其他的方法也没有很大的作用。 唯一一个他们能够做到的,就是在医院里面尽量维持她的生命了。 啊,后来怎么样了? 我们打算不按照传统的方式来治疗她。 啊,你记得吧,我太太有一个姐姐,前几年也因为这个病过世的。 当时,我们到医院探望她的时候,看到她这儿又是喉管,那儿又是电线。 今天要做这个检查,明天要做那个检查,包括什么化疗啦,什么放射治疗啦,还要做手术。 我们看到她手臂上针孔密密麻麻的,心里很难过。 老实说啊,我真的不想看到我太太最后的时间,要走过一段那么艰难的路。 所以,我们就考虑采用领养服务计划,希望这段时间,我太太能够走得安心一点,舒服一点。 领养服务,那是什么来的呢? 哦,领养服务是专门为了患绝症,而且到了末期的病人而设计的一个服务计划。 如果医生鉴定这个病人最多,只剩下六个月或少于六个月的时间,那么这位病人就可以加入领养服务计划。 领养服务计划的目的就是帮助病人在临终的一段日子里感觉舒适些,不用那么辛苦地走完生命里最后一段路。 那医院的作用不就是这样吗?领养服务有什么特别? 哦,它与普通的医疗服务最大的不同,就是我太太不用住在医院里,那么只要留在家里就可以了。 那领养服务怎么帮病人呢?是给病人开药还是医治他呀? 领养服务小组的专业人员会上我们家,教我们怎样使用药物来减轻病人的痛楚。 这样呢,我们就学到很多医疗方面的知识了。 而且还有一个,在医院里面呢,医生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尽量维持病人的生命。 但是这样呢? 我们不就是想要这样吗?就是想活得长一点啊? 哎,其实啊,一个人身患绝症,任何药物和治疗都无法挽救他的生命的时候,你猜想一下这个病人心里最希望的是什么呢? 他最希望的就是和家人在一起。 当我们知道我太太患病这么辛苦的时候,就决定采用营养服务这个计划。 你知道吗? 住在医院里啊,如果不幸的遇到同一个病房里也是重病的病人, 那么这个病人呢,就会日夜呻吟,一会儿叫医生,一会儿又喊护士。 相对来说,在旁边的另一个病床的病人精神压力真的会很大的。 最后啊,我就说服了我太太,她也愿意接受营养服务这个计划,因为她知道,如果在家里跟我们在一起,这样她可以增强她自己的信心,也知道她自己以后的日子都会很舒服,很乐心,而且更重要的是,她会在有尊严的情况下离世。 那营养服务是如何协助我们的家人呢? 营养服务的专业人员呢,会上来我们家,帮我们一起照顾我太太,又教我们怎样喂她吃药。 其实啊,我们都学到很多东西的,对于病人来讲呢,就会觉得有家庭的温暖,因为很多人都在关心她。 说实在的,家就是家,皇宫也不比自家好,就算地方不大,始终就有家庭的温暖。 这样我太太就感到,这样生活下去,怎么都比住在医院里边好。 那另外呢,还有她喜欢吃什么东西的时候啊,我们可以随时买给她吃,甚至可以在厨房里面立刻帮她煮。 这样呢,她就感到有家庭的温暖了。 而且啊,在我太太过世后差不多一年了,营养服务的医务人员呢,还会上来我家跟我们聊天,希望我们在失去家人的阴影中尽快地摆脱出来。 用积极人生的态度来面对现实。 嗯,这些资料真的非常有用。 不知道我们怎样可以找到更多的资讯呢? 嗯,你们可以打电话跟营养服务的主任约个时间来谈谈。 哦,对了,我相信啊,你父亲的医生啊,也会有这方面的资料。 其实,如果我太太早些接受营养服务计划呢,我相信她最后那段日子啊,一定会走得舒服很多。 嗯,我真的很感谢您,跟我们分享您的经验。 那么,我们就去搜集多一点资料,再去做决定吧。